在家居士可以为动物做皈依吗? 网友园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园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问,在家居士在特殊的条件下可以为一些动物做一些简单的皈依, 但这样的皈依方式是否有别于出家师傅接受弟子皈依, 对于此种做法,弟子感觉不妥,但找不出合适的理由解释,感恩法师。 融通法师答,比如说我们在放生的时候,或者有时候碰到什么动物的时候, 也可以给他们念念皈依,所谓的做一个皈依的仪式。 实际上这个事情和我们平时真正自己发心, 真正师傅给我们在家的这些信众做皈依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 方便皈依,相似皈依,跟真实的皈依,完全不可等同视之。 首先,在家居士跟出家的法师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, 他不具备真正做皈依师的这么一种资格。 另外从被皈依的一些动物来讲, 他也不像我们人有这么大的一种领悟的能力。 当然也有极少数的动物确实可能具备一点的上根, 但这种情况是极少极少的。 一般我们说,即使作为人, 也是主动需要发心,主动需要一种信仰, 去归敬佛教,这个时候你给他传授皈依, 才能真正得到皈依的一种功德。 当然了也有很多居士,很多信众, 一开始并不明白皈依的道理, 也做了皈依, 当然这种皈依也有功德。 但比真实发心, 精进发心的人的皈依之功德差得很大。 所以说如果居士可以方便为这些动物做点简单的皈依, 然后就来说出家还俗的法师还俗之后, 作为居士也可以代受皈依, 甚至也可以让其他的在家弟子, 本身也是在家人, 他们又称你为师父, 这是非常非常不如法的。 作为佛法, 作为佛教的戒律, 这也是非常严格禁止的。 所以希望我们所有在家的信众一定要皈依出家师父, 以出家师父做我们受皈依的师父, 而不是以其他的在家人, 即使这个在家人修学再好, 道德再高, 也不具备任何的资格, 何况真正一个有道德的, 有修持的, 明里的在家的居士大德, 他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 所以这个受皈依, 受戒都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戒律的问题。 大家一定要清楚, 绝对不可以去做这些事情, 否则整个佛法, 佛教就会显得非常的混乱, 然后也违背佛制。 阿弥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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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